天空中一只巨大的火鸟,不知何时突然出现,居高临下,正怒视着下方不倾自来的闯入者。 那是,梅华平先是愣了一下,随后惊呼出声,不好,秋老快走。 只是,他在这里喊,那秋老又如何听得见呢?就算听见了,他又能跑到哪儿去呢? 下一刻,天空中火云狂卷,化成无数火焰剑对着下方飞射而来。 秋老终于察觉到一丝不对,他抬头看去,正看到那片火箭如雨射下。 不,秋老难难地吐出一个字,火焰剑无情地穿过他的身体,顷刻间将它炸裂成无数的碎片。 秋老,梅华平与梦狂剑一起哀呼出声。 天空中的火鸟这才收回了火焰,他似乎察觉到什么,突然回头看了一眼。 这一眼,穿越无数时空,与梅华平摇摇相对。 梅华平只觉得,好像有什么东西刺了过来,正刺入他的双眼。 他大叫一声,惨呼着跌飞出去。 画面如水泡,怦然破裂,山谷秘境再不可见,唯有梅华平的双眼渗出血水。 这位堂堂天心真人,竟是无眼痛忽。 啊,分神,啊,真的是分神啊! 分神一念,动魄幽明。 唯有分神七的妖兽才能坐到此步,连河冲都未能确认的那只火鸟终于在梅华平付出惨重代价之下,确认了。 真人,猛狂剑已冲过去扶住梅华平,你的眼睛……看不见了。 梅华平松开双手,只见他双眼中火红一片,仿佛有火焰在燃烧,血水连着他的双颊向下渗出,染红了他的脸。 梦狂剑心中站立,只是隔着千山万水无尽空间的摇摇一蹬,就有如此威力,就连子府也没听说过能达到这种地步啊。 不过,梅华平又道,这是难明离火神言,专一分神,何在距离太远,那妖物发挥不出全部威力, 但还能治好,只是,我这幽怜一梦破镜小,怕是保不住了。 幽怜一梦破镜小,即梅华平先前所用的侦察术法,也是梅华平独门秘法。 效能一如唐杰的天眼,但是,在这难明离火神言下,能保住双眼不彻底完蛋,已是幸事,再想施展秘法却无可能,心中自是痛恨无比。 此刻,他眼睁燃火双眸,怒视不远处,唐杰那隐约如火焰跳动的身影。 小子,你是怎么知道,那边有分神妖兽的,你不可能事先去过那儿? 一直以来,梅华平他们有个最大的误区,就是,以为唐杰和他们一样都没去过秘境,只是知道秘境在哪儿而已,但是现在,他们知道自己错了,大错特错,唐杰悠悠的。 这个简单,等你们死的时候,自然就知道了。 死?梅华平和孟狂界互相看了看,同时大笑起来。 梅华平表情一狠,原本俊美的面容,也变得猙獰起来。 你以为,凭借秘境中的妖兽,还能帮你到这里吗? 只要杀了你,再带走山河设计图,积我七爵门子府先台之力,还怕对付不了一只分神的妖兽吗? 唐杰叹了口气。 只凭我当然是不够,可若加上他呢? 距离唐杰不远处,一一骑着石井斋出现了。 看到石井斋出现,孟狂界先是愣了愣,随即大笑道。 哈哈哈哈哈哈,唐杰,你不会以为,凭这么个疯疯傻傻傻的天心,就能跟我们打吧?老子一个人就能收拾他。 唐杰摇了摇头,你看错方向了,我说的不是他,他指了指天空,天空处传颂阵洞口,骤然光滑大放。 这是启动传颂的效果。 孟狂界眼神急剧收缩,这不可能! 唐杰建立的分明是一个单向传颂阵,这样的传颂阵只能指向固定的坐标,根本不可能往返。 正因此,孟狂界和秋老进去之后,想要先带其布置另一个传颂阵的材料,重新跟这个传颂阵结合,如此才能形成往返。 可现在,那戒子袋里的材料已经随着秋老的死化为灰烬了,怎么可能还有另一个传颂阵在这个时候与这边对接呢? 问题是,他们不知道,秋老带去的戒子袋根本不是传颂阵的材料。 真正的传颂阵材料,早在三人出现之前就已被唐杰送入阵中,也就是唐杰丢出的那粒狮子。 通过复制术的迷惑作用,唐杰成功骗过了三人,他之所以要在这里跟他们说这么长时间的话,其目的就是为了给本体足够的布置时间,让秋老带着假材料进入山谷的时候,本体已经布置好了传颂阵,就等着传颂过来了。 不过,有些事情注定了他们永远无法知道。 死人只需要看到结果就可以了,唐杰冷酷的。 下一刻,传颂阵洞口射出一道光柱,一个巨人已借着这光柱飞出重重的杂落地面,掀起漫天的风沙。 嘹亮的吼声正撤四方,本体堂杰又回来了。 尘土飞扬中,一个高约四米的巨人傲然站立,令得梅花瓶与梦狂剑不得不抬头看着对方。 梅花瓶势力严重受损,还看不太清,梦狂剑确实看出来了,这巨人的面目竟是与唐杰极为相似,恶然出声道。 这,这是怎么回事儿? 只是这一次,唐杰可没兴趣与他多话了。 他之前说话,只是为了给本体拖延布置法阵。 如今本体归来,就要速战速决,解决对手。 否则万一跑了一个,或者有人经过看到,暴露出唐杰一魂双体的大秘密,这才叫真麻烦。 此刻,本体极限,焚身唐杰随手一挥,一把长柄战锤已从戒子带飞出,飞向本体。 这战锤长约五米,粗如海碗,单是一个锤头,就有墨盘打,若是常人拿了,就如小儿五巨斧,根本拿都拿不起来,更别说用它作战了。 但是对于身高四米的本体而言,却是正好。 这武器,是唐杰前段时间特意花重金为本体打造的一件法宝,使用的是精金玄铁等材料。 所有禁制都只有一个作用,就是坚固武器,重打百吨。 但是这一件武器就花费了唐杰十多万零钱,将唐杰拆掉玉门天锁镇得来的收益花掉了三分之一。 至于盔甲什么的,为了不影响灵活,唐杰倒是没弄。 此刻,本体一把抓住战锤,随手向着身前的孟梅二人砸下。 两人也算是反应快的,同时向两侧跃起,就见巨大的锤头擦着他们的身体掠过,落于地面,轰然卷起一团惊人的气浪,分析二人。 仅仅是这股雄魂俱利,便比得上无数精妙术法。 再看那锤头所在之处,已被击出一个深达十余米的大坑。 就在气浪袭来的同时,梅花瓶脚下骤线一道光环,向着外处延伸,泛出银白色的光环。 灵环,这是每个天心真人都有的,也是他们灵力外溢的表现。 只是绝大多数天心真人的灵环光芒极淡,做不到如此清晰,如石敬斋他们也有,却是极为微薄难见。 此刻灵环一出,梅花瓶右手,笔横辉,在空中连点连纳,喝道,笔下,秋风起。 随着这一笔纳出,深州风卷乍起,漫无迎空,已卷出大片蜂巢,卷住自己与梦狂剑,正抵住扑面而来的气了。 同时,梦狂剑也是大喝一声,手中大剑铲出大片剑气,天绝剑气。 这一下剑银将唐杰本体整个罩了进去,本体唐杰却只用左手挡了一下脸,理都不理那攻击,犀利的剑巢落下,就像打在金铁胶筑的铜人身上,竟闪耀出大片的金铁胶明石的铿锵声响与灿烂的火花。 这怎么可能呢?梦狂剑呆了呆。 他这天绝剑气威力极强,当闲修者护体法照都扛不住,这巨人竟然只凭肉身,生生挡住了。 这一轮疾风剑雨唯一的作用,就是在唐杰身上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白色印记,随即又在他强大的恢复能力中渐渐消退。 唐杰微撇了下嘴,少见多怪。 他连南鸣里火炎都扛过了,这点箭雨又算个什么东西呢? 就在说话的同时,右手长丙战锤已是再度举起,呼啸着横砸梅花瓶的腰部。 这说是腰部,那垂头大到可以把他大半个人都烘成肉泥了。 梅画瓶画笔再提,随风,入画瓶。 这一笔提出,整个空间都仿佛凝固了,唐杰冲击的身影竟然置住不动,周围现出大片琉璃般的色彩在空中闪耀, 渐渐形成一个画面。 在这平面里,唐杰手臂大张,就像被印在一幅画上般,流离光滑流转,带动着唐杰的身体在空中翻转,显得说不出的诡异。 这一首随风入画瓶,正是梅画瓶多年苦修自行领悟的一门仙术。 一如唐杰的云从天刀,只是比云从天刀又不知道高明了多少。 竟是将本体唐杰生生禁锢在如画瓶面中。 梅画瓶已是大笑道,认你如何神勇,在我这儿,他这吹嘘的话还没说完呢,就见空中凝脂的画瓶,咔嚓嚓已是崩裂出无数裂痕,连带着整片天空,看起来都如密布的珠网。 这珠网越来越大,最终啪的一声彻底蹦碎,画成无数流光溢彩,消散于空中。 天空中那硕大的巨人已是狂吼着从天空中落下,长柄战锤已然舞动苍茫,对着梅画瓶是狠狠砸下。 这一下要是砸实了,就算他天心真人,也是变成肉饼的结果。 梅画瓶急速反撤,画笔连辉。 这一次,他来不及施展法术,只是一撇一捺地按在身前的空处,就见空中随着他画笔划过,现出一道又一道的空气波纹。 唐杰如狂奔的公牛冲过,撞在那一道道的空气波纹上,呲啦啦竟在他身上拉出数道血影。 梦狂剑的天觉剑气,没能伤到唐杰,这看似随意的一笔一画,却让唐杰流血了。 只是唐杰却全不在意,练体强人作战,不管最终结果是胜是败,至少在场面上是永远处在进攻态势上的。 若是连这点都做不到,那也就不用打了。 这一点,些微痛苦没能让他退缩,反倒是刺激了他的神经。 唐杰放声狂笑道,呵呵呵,太弱了,这声音隆隆,如天雷震荡,唐杰已是猛冲过去,大铁锤轰然卷起千丈力潮,风声锁到处,震得梅花瓶站都站不住。 同时,唐杰抓住一块巨石,猛地向梅花瓶抛去,这巨石在他手中就好比更强的武器,正砸在梅花瓶的身上。 饶使他天心真人,也经受不住这一砸,竟被打得吐血飞起。 旁边梦狂见大吉冲过来,一剑刺向唐杰的背后。 这一剑,若是搁在弟子学子们的眼中,那便是若天外飞仙,惊鸿一剑,妙道豪颠,偏有灵力,不失其微。 偏偏如此精妙而又强悍的一剑,在本体眼里却是不屑一顾,任由这一剑,刺在他背后肌肉上,只是入肉三分,便被肌肉夹住。 撇了撇嘴道,风遮之机。 这强悍绝伦的一剑,在唐杰眼里也不过是风遮的威力。 梦狂见历史愣住了,唐杰回转身,对他笑了笑。 这笑容在他眼前放大,竟是如此的恐惧。 下一刻,唐杰猛地击出一拳,轰地将梦狂见砸飞出去。 总算梦狂见加持过法照,没被一拳轰扁了,只是随身法照在这一拳下也是怦然碎裂,连带着梦狂见也吐了口血,一时间竟是爬不起来了。 本体这才哼了一声,哼,不堪一击。 就在这时,忽听到背后愤怒一击的声音,那你就再试试这个,有请画中仙。 回头望去,只见梅画瓶飞于空中,双臂大张,在他身后,一幅画卷正冉冉升起。 那是一张侍女图,图中女子宫装罗裙,身形窈窕。 却是背影图,只见背影不见其容。 就在此画升起的同时,梅画瓶已是双目大张,眼中那燃烧的火焰不见了,只见那侍女背影在他眼中闪烁。 这时,本体唐杰已是微微饿了一下,似是哪里听说过这幅画,却有一时间想不起来了。 梅画瓶已是高呼道,请仙人转身。 那画中女子呼得动了动,那背转的身体竟是挪过了一丝。 就是这一丝挪动,唐杰觉得自己整个人的心神都被那画牵了过去,天地间突然一片黑啊,再也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景象。 唯有那工装女子被朝子身,顶天立地,便充满了整个空间,周围的一切都因此变得狭小,乱哄哄的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。 这一幕,落在其他人的眼中,便是唐杰突然间呆了,傻了,一动不动了。